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是他用的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疾病變化多端超恐怖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疾病背後隱藏著哪些驚人內幕呢 好辣軍團們又遇到了哪些恐怖疾病呢 哈囉 大家好 最近我有看到一個新聞 是說到一個六十幾歲的阿姨 然後她就一直咳嗽 咳到什麼樣的狀態呢 就是她晚上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她就必須要坐起來咳 所以通常我們咳嗽 我們會覺得說可能是肺部有問題 對 或感冒 對 她就去檢查她的肺部 結果發現肺部沒有問題 反而是她的心臟慢性衰竭 咳嗽跟心臟感覺連不在一起 好難連喔 今天剛好沒有心臟的意思 我可以解釋 因為在急診很多這樣的病人來 那是因為你的心臟衰竭 所以那個肺會慢慢慢慢的激水 然後那個激水的狀況下 你會想要咳 對 然後你咳出來的是 跟我們一般咳嗽那個痰是不一樣的 但它其實是心臟衰竭的表現 是 通常還會 所以你看毛病還滿多的 對 隱藏在疾病背後的恐怖內幕 我們今天要來告訴大家 來看一下 指痛這裡要注意 手臂從疼痛的位置就可以看出疾病 是 我要先講的是 手臂特定位置疼痛 我要先呼籲一下 跟田醫師講的話 就是這個就是我們 醫生很難被AI取代的原因 就像田醫師講的 如果咳嗽何必有腳腫 其實你再有一個有精的醫生來看 我們一看就知道 你心臟有問題了 可是對你們而言 你可能因為你咳得很厲害 你只會注意那個咳嗽 你根本不會注意到你的腳腫了 你只會注意說 那個最讓你最不舒服的地方而已 對啊 這個就是醫生的價值 希望大家這個社會 對醫生多一點 對 我要講就是 手臂特定的位置疼痛 其實如果覺得你的手 這邊會痛 你會怎麼樣 哪裡痛 譬如說這個手部內側 這邊 這邊就這個地方會痛 肌肉痠痛 你大部分都覺得有肌肉痠痛 他那個病人也是一樣 他其實手臂會痛 大概已經快半年了 他開始痛的時候 就是去壓一壓 自己壓一壓 推推什麼萬機油 推推什麼的 沒什麼效的時候 他就去買了一台什麼 遠遠遠遠遠線的自己照 大家都這樣 大家都這樣 弄了半天之後 其實就是覺得這個疼痛 就一直很不舒服 一直很不舒服 他那時候才 一開始才跑去那個 外面的腹肩閣去看 那腹肩閣醫師 剛才講說 會不會是骨刺 可是那外面的腹肩閣醫師 蠻有經驗的 覺得怎麼痛這裡 你一般的骨刺 如果是頸椎的骨刺會怎麼樣 至少 他從脖子裡面這樣痛下來 他就覺得很怪 就跑到我的門診來 我一聽他痛了半年 我就覺得毛毛的 痛了半年很奇怪 然後重點是 他其他科都檢查過 都沒事了 我就手裡摸一下 其實那時候摸是還好 但是你用力摸的時候 摸到很深的地方的時候 你真的感覺 我馬上用超音波去幫他掃了一下 我就看他淋巴結 總大兩三顆在裡面 再往回來掃 他在乳房的最中間很深的地方 因為那個病人可能比較倒楣 他乳房有1兆肺很大 所以那個總的1.4公分 他根本就摸不到 他其實就是1.4公分的乳 來轉移到腋下淋巴結 然後他又剛剛好 那個腋下淋巴結 我剛好碰到他的神經 這樣那會痛 但是這邊的熱間神經痛 會痛在這邊 手臂的內側 所以他講說 我每次跟病人講說 其實你也不用說 每次只要痛 昨天痛 今天就跑來看醫生 不用 然後我就是這樣 你就是這樣 那我們醫生只能跟你說謝謝 但是大部分的就是 我每次都會跟病人講 如果你這個症狀 持續兩三週都沒有好 你就是應該來 我們醫生來排除 而且他又沒有說 今天昨天有掉單槓幹嘛 都沒有 那你這個痠痛是正常 他也沒做這些事 舉重什麼都沒有 那如果你又沒做運動 你的痛一直持續在 就要注意了 對 我也有一個地方 就是曾經很痛 然後就是誤會我自己的 因為我之前大概 持續 就是 對 然後都是同一個位置 然後其實心裡 就有點恐懼 就想說我會不會是腦癌 或是長 因為我就是一個天生 會懷疑自己 這邊懷疑自己 然後那時候痛 因為我想擔心自己 我就又不敢看 怕面對現實 所以我就自己吃止痛藥 可是他止痛 然後就大概一兩天 吃一次止痛藥 吃一次止痛藥 直到有一天 因為我那個拍戲的時候 度數跟主持的時候 度數有點不對勁 看不到大字報 然後那個有時候 又會一直 那很危險 你壓迫到底 然後我就想說 我到底怎麼回事 我去看一下眼科好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 結果醫生說 你度數增了一百多度耶 可以 因為我平時就是戴眼鏡 有時候戴眼鏡 然後結果度數增了一百多度 閃光也增了五十度 所以我就常常偏頭痛難受 然後我就問醫生說 那我那個頭痛 是不是腦有什麼問題 他說 你這個眼鏡回去 戴一個正確度數 就不痛了 所以這樣視差 照著頭 然後又閃光 可是呢 可是我近期有時候 還是不愛戴眼鏡 然後戴戴脫脫的過程中 我就會覺得 我沒心這裡很痠 然後腦的某一處 就不太對勁 心裡還是有點恐慌 因為我爸爸有 然後我姐姐也有青光眼 所以我就很擔心 對 因為擔心 有很多人是因為腦 可能長了什麼東西 壓迫到 所以視力模糊 對 他原來是因為增加度數 這裡 影響他的腦部 只他這樣反過來 對 是這樣嗎 對啊 因為你這個氣色 只要你不可能 保險先買好再去檢查 好 先等三個月 先等三個月 然後再去檢查 對啊 這個才會檢查 現在醫師都越來越幽默了 好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案例是 右胸口痛 我以前有一個病人 他滿奇怪的 他本身是B型肝炎代源 然後就是他是一個肝癌的患者 那他就是都在接收肝臟的 血管酸塞治療 就把他的癌症的病情 是控制得很不錯的 那他也都很乖乖的 就定期回診 那他很警覺 他有一天就是覺得說 為什麼他胸口這個地方有個點 壓得很痛 他就覺得不對嘛 就緊張 就趕快回去找我們醫生 就給他照肺部X光 照完就沒事啊 沒有事 然後醫生就說沒事 應該可能肌肉發炎什麼的 你不要擔心 那我們這個病人 他因為很謹慎 他說沒關係 那我可不可以自費 醫師你幫我照一下那個肺部電腦斷層 然後什麼正子攝影 然後他就花很多錢 就全部都做了 做完以後 那醫師就跟你說 那放心沒有事 那我們可能三到六個月再追蹤 就叫他追蹤 結果後來他就 也就有點嘔嘔痛痛 他不理他嘛 後來差不多半年以後 他老婆就看到他說 你最近不錯耶 有在練身體 什麼意思 他說你最近胸肌還不錯 練得滿壯的 這樣 然後他一聽就覺得很奇怪 他說我沒有運動耶 他說 可是不對啊 你現在看起來胸部都骨 就是有肌肉這樣 然後他就想 這不對 這我之前半年前 那個醫生說要追蹤 這是我那個又出了什麼毛病 趕快回去看 結果 就很倒楣 居然後來第二次再回去看 就發現他骨頭那邊 後來就 就真的在給他做切片 結果就確定他真的是 對 但是這個例子就告訴我們說 醫生也不是神 就是說 所有的檢查都有一些 有時候他很早很早期 我們真的是看不到 可是我們都會跟病人說 你要記得 對 那他就是忘記了說 要去追蹤這件事 等到已經被別人發現 他才去看 所以說 他後來就只好先做放射治療 就先照一下那個 把它控制一下 可是我就鼓勵他說這個還不錯 因為這個放射治療是可以控制 不用太擔心 如果有癌症的病患 如果你身上莫名其妙 哪一點疼痛 其實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區別一下 它是 像你一般的肌肉的痠痛的時候 大部分會有 而且你做一些舒緩動作的時候 它可能會比較的舒服 比如說你熱敷幹嘛的 它就會比較舒服 可是那種骨轉移的痛 比較會 在單點 而且他就是 他通常不會一大片 整條骨都轉移 不是 他只會在一點而已 所以通常那個點會很明確的告訴你 他說醫生不是神 我們真的不是神 我們只是 我最近有朋友 因為他前幾年是因為癌症 他治療 他當時想說要結婚幹嘛 所以他去 這樣好一點去生產 沒想到 還有月經 他會以為他是月經 其實不是 對 差不多 所以他才會有一些出血 那大部分 只要你是染色體 正常的 大概他自己就會好了 他已經夠健康 才會有這個胚胎 對不對 而且小孩子非常健康 我的意思是說 那我都認識說 所以你身上一定都沒有癌細胞了 這不是 那個懷孕跟癌部癌細胞 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 像懷孕跟平常女生 最大的差別就是 懷孕的時候 像我們常常在講 萬一 萬一你這麼倒楣 你本來就有乳癌的病患 你又懷孕了 女性酷膜量又特脫 如果那個乳癌細胞 又可能會長更快 但是為什麼乳癌細胞長更快 就是因為乳癌的細胞上面 有所謂的女性荷爾蒙的接受體 但是其實在其他的癌症 有時候也會有女性荷爾蒙的接受體 比如說 所以今天 像我們都病人 他本來是 可是一懷孕 那個女性荷爾蒙可能就會 就會變量 那個就跟女性荷爾蒙是有關係的 像大家都不知道 像我的那個癌症就是 他可能像余彥琦那個事情 他可能就是 他本身的大腸癌 搞不好他上面就有跟女性荷爾蒙 類似相關的受體在上面 所以一懷孕出來之後 本來可能沒有那麼嚴重 一懷孕之後可能就 整個就大爆開了 那像這種的婦女 他懷孕要注意些什麼事呢 王爺 就是還是要檢查 還是要檢查 就是他那時候 其實那個新聞是說 他不敢接受X光的檢查 或是要說 其實我們有很多檢查 是不需要用到X光的 比如說我們 我們還是可以 你的肝臟 你的肺 我們都還是少得到 對 不是一定要照X光的 所以應該說 建議這種婦女 應該要做什麼樣的 應該是說懷孕也不要忘記你的檢查 而且他一直 書上面一直有講說 他因為第一次開完刀之後 他做了12次的話 他就以為他痊癒了 實際上癌症 我們現在不會講痊癒這件事情而已 我們只會說你 現在很低了 因為你已經過了五年 過了幾年了 所以越來越安全了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說 你過了七年 八年 你這輩子就不用再追蹤 那是不可能的 那他懷孕了還可以做治療嗎 懷孕了還是可以做治療 因為基本上 如果有的話 對 如果是一般來講 只要過前三個月 到第二個那個週期 或第三個週期的時候 在我們現在的認知裡面 有一些的化了藥物 還是可以做的 對 其實這種懷孕媽媽 風險滿大的是 因為常常有時候 他們會天人交戰 就是如果比方說 你是在懷孕前三個月發現 跟中期發現 跟後期發現 其實都有不同的風險跟抉擇 對 因為如果是前三個月 很多醫師可能會勸你 就放棄 因為對媽媽保母體 還是比較重要 是 然後我們在臨床上 其實還聽過滿多案例是 他是後期發現 很多媽媽居然會為了保孩子 就放棄治療 我現在是說我看到 他就是要等到他生完 他才去治療 那你之前就有 對 然後就有那種 就後來不幸就是孩子出生 他再去治療就來不及 你媽媽後來還是走了 在這裡我要分享的故事 是有關懷孕的部分 還是持續腹痛的一個情況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我這邊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一個大概 差不多30幾歲 快40歲的一個孕婦 他大概是 大概那時候來的時候 大概六七週 他是急診進來 他就 然後這個肚子會痛的情況下 在急診一定說 第一個他就恢復產科了 那我們說好吧 那我們就先症狀處理 你就調個點滴 給一些緩解的一些症狀藥物 在急診流關 抽血報告幾乎沒有什麼 太大的異常 報告還幾乎都正常 那可是就早上這樣放 放在急診 放到下午 他們又打開說 那個病的那個疼痛現象 還是沒有關節 可是他痛的位置 不是在下面 他在比較偏肚臍上面 那我們那時候就是 請外科來看一下 對 會診一下外科來看一下 說是不是有腸胃道 會不會有什麼什麼 其他的問題 那外科看一看之後 他就想說 我也找不到什麼地方有問題 因為電腦斷層也不能做 什麼都不能做 對 只能像摸摸 打打 抽抽血 看也沒什麼看 就怎麼端你了 可是症狀也改善不了 那怎麼辦 他說要不然 這個情況看樣子 還滿嚴重的感覺 他說要不然我們就 我說你要開進去 他就說 可是我沒辦法確定診斷 難道你敢讓他灑 我電腦斷層嗎 我說不行 六周灑我電腦斷層 這小朋友就完蛋了 後來外科就 跟媽媽解釋好 所以我們先叫做 就開進去看了 結果開進去看的時候 進開到房間看 肚子一打開一看 不得了 怎麼看到一打黑黑的像 像那個 整個都黑掉了 像墨魚香腸 這要救命了 對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個原因 可能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懷孕的媽媽 擰血功能都比較好 她那個血栓可能打 打到腸性膜的洞 然後去塞住 然後那個腸子整個就黑黑的 然後外科就說 這個腸子要切掉 那就切腸子 搞了快五六個小時的手術 甚至然後後來就外科 他們就把腸子接好 都弄好了 那出來有解釋 就是說你這樣子的話 我們麻藥比較久 然後手術完又打抗生素 又等等的藥物一直在治療 那最後就 小朋友他就沒有說好吧 那就沒關係 你就只好下次再努力 那至少這一次是把命給撿回來 其實現在麻醉技術很進步 我們手術完之後 當然你如果不是開肚子 開其他地方當然相對安全 即使是開肚子 其實小孩子會因為我們的手術 而流產的機率也是 所以我們尤其有提到過 像很多人都會得到 大家都聽過所謂的 盲腸炎 其實因為孕婦不能夠做電腦斷層 所以我們醫生外科醫師 對孕婦的盲腸炎 我們反而特別積極 我們手摸一摸抄一摸照一下 我們儀式就會建議你開刀 為什麼 因為萬一我幫你放過去 你兩天之後 那個盲腸炎破掉 你再來開刀 你就真的要流產 寧可開錯 對 我們寧可開錯 也不要放過 所以我們常說 都會跟病人解釋很清楚說 我現在真的沒有辦法跟你確診 因為你就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我就是不能做很多的檢查 可是我在臨床上 抽血上 我強烈的懷疑 我們就會建議你開刀 但是這個開刀 基本上對你的胎兒什麼 都是安全的 而且他狀況沒有嚴重 都是安全的 了解 其實像這種狀況 好像剛剛那個是很少見的 按D 不過真的是像王醫師非常細心 像這種壞死性長炎 假如血管阻塞 你真的是 我們有時候就是放放放在急診 病人就突然就修課掉 就突然就是CPR給你看 然後通常這種沒有早期診斷 致死率都超過九成以上 就算是你是個健康的人 致死率都九成以上 那更不要說又是孕婦 真的是九死一生 是 不過這種狀況其實大概可以 跟大家講幾個 就是線索啦 通常我們大概檢查的時候 假如說我們認為你痛得很嚴重 我們一定抽血什麼 都要看到什麼異常 這種壞死性長炎就最奇怪 就是說他明明痛到爆炸 可是臨床醫生摸他肚子 都覺得肚子軟軟的 沒有附膜炎 然後抽血一開始早期沒有什麼 可是通常抽血 會有一些像LDH 或我們有個叫D-dimer 就是一些血管凝固的 那種特殊的因子 有時候醫生會抽 抽以後他會有點高 那這種狀況就是大家 要像江醫師說的 不要因為小朋友的問題 就想說我可以 撐一下 這沒辦法 那你拚絕對拚輸的 因為你輸的機會是90% 你幾乎不肯贏的 所以大家要特別小心 來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這個腰痠背痛 其實很多上個年紀的人 都常常會發生的 上年紀也會 有些甚至是做一些老的工作 現在就會 對啊 很容易 就不耐做了 對啊 以前錄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沒有像半個小時 就降起來 以前可以打六將的 現在打十二 對啊 之前可以打兩天兩夜 所以腰痠背痛就是 它是真的很慘先 但是也常常被忽略 有些人會覺得我姿勢不正確 是不是我搬太重的東西 才會造成的 那我這個病人 他五十幾歲 他是那個建築工地的工人 其實常常在綁鋼金 然後看一些建材 他大概就來門診前 大概前一年左右 他就覺得他腰痠背痛 他就覺得腰痠背痛很常見 我同事都腰痠背痛 沒什麼 他就自己買了沙龍趴絲來貼 貼貼好像又好一點了 但是那個痛又越來越厲害了 結果他自己在買止痛 要來吃 結果還是沒有改善 他有一天他晚上他就 晚上他吃完飯之後 一站起來 他就大痛 痛他整個腰彎下來 後來隔天就先去骨科的門診 就骨科悶得跟他照一照 一照 就發現說他的腰椎 腰椎已經低一節的地方 已經扁掉了 只是五十幾歲 你要到壓迫性的骨質 其實很少見 因為大部分都是骨質疏鬆 知道七八十歲 比較常發生的 他才五十歲而已 就覺得骨科醫師先跟他說 這個有可能要開刀 但是就暫時 我先給你真狀之腳 建議他帶杯架 但是那個工人 聽到要開刀他就怕了 他說我還要工作 你要叫我開刀 他就消失了 他就不再去那骨科醫師門診了 他繼續去做工作 他繼續吃止痛藥 後來過了大概幾天而已 他又再 第二次打痛 他又再回去找那位醫師了 那位醫師再跟他X光再照一次 就發現那個 他的第二節也灌掉了 然後就整個又扁掉了 但是他就發現那個X光怪怪的 那個骨頭是上面似乎有一些 就是骨質疏 就是骨頭被吃掉的痕跡 他就發現不對勁了 就先幫他抽血 就抽血一發現說 然後就先轉到腎臟科門診來 那我就覺得 其實我們腎臟科裡面 有時候看到這種病就是 腎臟衰竭下肺痛又貧血 那這個我們就想到 可能就是 後來我就幫他 再幫他驗一些體內一些 就是一些比較特殊的蛋白質 就一驗到 就發現說 他這個有可能是這種 叫做 那這種多發性的骨髓流 是骨髓裡面的 有一個東西它降細胞 它製造出一些 然後降細胞過多 那這個東西會到處轉移 它是全身性的疾病 那它大部分都是先攻擊腰椎 攻擊腰椎 然後攻擊腎臟 然後再造成你貧血 後來這個病 我們再跟他做 跟他做個腎臟切片 他也跟他抽了骨髓 就確認說 他真的就是 那個多發性的骨髓流 所引起的 那引起了後來 馬上我們就 骨髓確認了之後 我們就開始跟他 打標815了 而且他打標815 治療還算成功 就是經過了兩個月的治療 他整個骨髓流 是被壓制下來了 當然 就開始洗腎了 但他至少面保住了 那同時我們再找了骨科 去幫他修理骨頭 就跟他打了鋼釘 再跟他灌了一些這樣 骨頭是有修補起來了 不過這病了後來 他骨髓流過一陣子 又再復發了 又再跟他 我們又再跟他打阿標白藥 這次也控制得差不多了 他是即將要進行骨髓移植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 下背痛是很常見的 但是 就是各位要注意 如果下背痛 你吃的要沒有緩解 你休息又沒有緩解 而且這痛越來越厲害的話 還是要去找醫生看一下 我也是要分享一個長期腰痛的病患 一般來講 肌肉痠痛 都是差不多在兩三個禮拜之內 就要能緩解 對 但是超過兩三個月以上的時候 還一直痛 一般來講是結構上的問題 對 那我們這個40歲的病人 他也是一樣 他超過了一年以上的疼痛 他可能就認為說沒有什麼 但是漸漸差不多在半年前 開始雙下肢會覺得感到痠麻 這時候他就來找我們了 那我們給他照一個特殊的X光 我們給他45度斜位照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脊椎骨 是叫做一個叫做 所以裡面有很多的小關節跟小骨頭 結果我們一照發現了 是在第五節的 又稱為 脊椎骨的骨頭 有些地方是很薄的 一個私利不良 比如你看那小朋友在練習溜冰 他是怎麼姿勢摔的 常常是 屁股摔到 我們小時候溜冰都 對 對 可是你已經斷掉了 斷裂了你也不知道 因為骨頭還會會長 我大人有時候跟姿勢不對 對 斷東西 卡拉 你就斷裂了 那老人家更不用講 一個不注意 可能很急要拿遙控機 都有可能 對 是這種情形發生的 是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 如果是後面的骨頭斷掉 有時候比較年輕 那剛剛陳醫師所講的 是前面的骨頭斷掉 常常是叫做 就是整個結構生病了 骨頭生病 所以整個垮掉 也跟鈣質有關對不對 有關 但是跟鈣質有關 通常是 六十歲以上 叫做骨質疏鬆 是 但是六十歲以下 如果壓迫性骨折 這個高度懷疑 可能有 癌症 其實鈴鐺 我們看到這種被動 剛才那個代理是講的那種 追攻那種斷裂 最常見就是去那個 給人家採背 採背 剛好又沒有 剛好不小心沒有控制體重 你採下去飆一身 太多都要去採一身 有 真的有 它是上面有板子 對啊 可是有的沒有 它可能會比較胖一點 對 妳這樣出生了 我一次就給一個很胖的人採 我就是快嚇死去 因為都很暗 你知道我什麼地方都很暗 你還有人採喔 有啊 因為其實我喜歡重 郭忠祐快點來 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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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採那個 那個人不要上去 就這樣採就好了 我們是要整個 他要跳上去 還在跳 還要比我一下這樣子 因為上面有彎 不夠重 不夠重 那會採斷 會 會會採斷 所以不建議給人家採嗎 我是不建議給人家採 因為我就有親戚被採到這邊 燉掉了 是啊 那我真的長期被動啊 可是那麼小力沒感覺 那麼小力沒感覺啊 對啊 不是聽完之後嗎 還是會去採嗎 還是小心一點 有點被採 還是小心一點 天一是 搞完疼痛 寫這個幾個字 我就有點痛 因為瓜哥這個年紀的話 男生都會視他為命根子嘛 對不對 所以搞完只要有一點點不舒服 不一定會來到急診 那他們這個主術的話 我們一定是脫褲子看 那通常看到的就是 要嘛就是 就鼓 那搞完鼓了一大坨 其實是腸子掉下去 那要嘛就是 其實 石頭掉下來的時候 掉得越低的話 會痛得越下面 甚至會痛到搞完跟肛門 那其實是結石的問題 那就好痛 那還有就是 如果很明顯 外觀紅腫的話 大部分都是 那這種腹鎬炎的話 你把它抬起來 會它比較舒服 放下來就比較痛 吹的時候比較痛 那可是呢 有一個族群 不會視他為命根子 就是越年輕的小男生 像有一天就有一個 15歲的弟弟來 然後他來是說 他搞完痛一天了 然後他是後來 才跟他媽媽講的 那搞完痛一天 又是年輕的男生 在急診醫生 其實最怕 其實是有急症的 就是 對 那搞完扭轉的時候 它上面的血 搞完就像聖誕燈飾一樣 它上面有那個垂墜 那個血管 整個就會壞死 就沒有辦法 血就打不過去 因為血打不下 對 所以那時候我看到的時候 你等於把水管這樣 扭轉 它就過不去了 它就過不去了 所以這個搞完就會壞死 然後那時候我就 看它是紅紅的 我把它抬起來沒有比較好 而且我抬起來的時候 發現它裡面的搞完 比左邊大很多 一定是壞死 所以那時候趕快坐了超音波 就發現 所以那時候就跟他家屬說 進去開拉房再看一眼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就拿掉 所以這個小朋友 兩個都 哪一邊 哪一邊 那就安慰他爸說 沒關係還有另外一邊這樣子 對 可是這個後面 小朋友會有一些 心理障礙什麼的 所以就是小 就是年輕大 25歲以下的話 其實搞完的疼痛 是有一個急症 就是搞完扭轉 這個很可怕 因為這個會要整個拿掉 對 所以25歲以後 就不會扭轉 比較少 比較少 當然都是在年輕的 你說扭轉都是年輕的時候 比較多 對 跟你沒關係 這種扭轉就是在性生活 比較頻繁的男性 比較會發生 所以大概說是18歲那個左右 對 或者是說你結構上 本來天生就長得 那平凡穿穿穿會扭轉 或是結構上有亂吹 但是也有搞完扭轉救命的 就是說其實你是搞完癌 結果他的 因為結構上變了 所以他就很容易扭轉 然後結果就發現 其實是搞完癌 那本來就要拿掉 扭轉是指他轉 就轉一些 所以上面被右邊 所以平常不會轉 平常不會 平常只會跑上哪一輛 你看那個性生活平凡 它晃動才會弄到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平凡那就不輸於我 我們看向你 凡是一提兩面 用錯好的也會變成壞的 是的 這個我有一個經驗 因為就是最近肌肉 比較常痠痛 所以我就是買了 那個按摩槍 對 對 我也有 加重 加重 可以就是 舒緩你的肌肉痠痛 但是因為就是本人用手機 也是用得滿兇的 所以我的脖子 就常常也是很痠痛 所以放上來打 所以我就想說 因為他有很多個頭 然後他有說是可以舒緩 各種不一樣 我一打頭打得很暈耶 對 就我一打 晚上我頭還有痛 而且是有點像發燒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到你們醫生之前 講到說什麼 那個美式足球 然後都是 阿達阿達阿達 阿達阿達 就是因為 重擊力太大了 你不要說 那個是重量在撞的 那個是重擊腦袋會脫離的 真的耶 所以我覺得用那個東西 真的要小心好的 也會變成壞的 他還不能叫 他沒有叫你打這裡 沒有吧 沒有啊 但是我就是 我打得好像被打拳一樣 其實這個按摩槍 它應該是要被管制的 不能大家任意去買買來使用 因為 如果你跟機器一樣 會剝離的話 你打一打你可能就剝離 你問那個物理治療師 他們不建議自己買來用 其實我們醫療上面 有很多好的東西 但是有時候你使用不對 或是在錯誤的方式下使用它 它可能就會變成一個 致命的東西 以藥物而言 我們最常講的就是所謂的 副作用 那有些副作用 一般的民眾他是不會了解 他會不知道說 我在某個情況下 不應該怎麼樣 之前就有個病人 他45歲 他是晚上的時候 被他的家人 送到我們醫院的急診室的時候 因為家人 看他意識不大清楚 送到我們醫院的時候 我們就看 其實他沒有神經學的症狀 也沒有什麼瞳孔變大 都沒有 所以我們不是覺得很像中風 而且其實叫他 其實勉強還是會跟你回話 我們就一抽血 敗血症 白血球一萬五 甲離子七點多 腎臟功能大概只有正常的 他估計在說大概四點多 正常大概就一點二以下 所以他就看起來 就是一個極性的腎衰結 因為我們有看他之前的 抽血的報告 他三個月前 抽的那個腎功能 才2.0 當然腎這樣子 反而就不好 但是這次抽是四點多 我們就知道它是個極性的腎衰結 結果最後我們去檢視他的用藥 因為後來我們發現 病人本身有糖尿病 我們去看他的用藥 才知道他發現 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有個藥 叫做Mephomib 那是糖尿病 很常在吃的藥 這個藥很好 為什麼 因為我們平常在治療糖尿病 的病人的時候 我們怕有時候藥物不小心過癮 病人會低血糖會昏倒 這種藥不容易造成低血糖 它只是會 會增加你那個胰島素 在周圍組織的敏感性 讓你的胰島素更有功能 那它本身不大會造成低血糖 但它有一個非常大的副作用 就是它會造成你的 這個人的 它會造成你的身體會變得比較酸 酸痛 對 所以他的乳酸會增加 可是你想想看 一個敗血症的病人 他剛開始可能只是一個敗血症的病人 就是一個感染病人 本來他的乳酸就會增加 那時候你再繼續吃這個藥的時候 有沒有 就造成乳酸增加更多 然後你乳酸變得一多的時候 你周圍的血管就會放鬆 放鬆之後血壓會掉 血壓會掉的時候 你身功能又往下降 又變得更酸 所以就變成一個 所以這個藥 我們常常都會跟病人講 就是你腎功能不好的時候 你吃這個藥就要小心 或是你有在感染的時候 你吃這個藥你也要小心 對啊 就是造成說 會造成你本來感染就會造成 你造成乳酸堆積了 你又吃這個藥 它就更危險了 剛剛佳醫師講這個血糖的藥 一般我們內科醫生 應該腎子數超過1.3到1.4以上 就會比較要注意 1.5以上基本上有很多醫生 就會選擇不要用這個藥 不過這個藥是很好的藥 它是基底的糖尿病用藥 所以大家不要過度恐慌 就是你的醫生會幫你 就是把關的 那我現在要分享另外一種 本來是好的 但是會變成壞的東西 其實我今天要講的是 抗生素大家聽到 應該是覺得不好嘛對不對 可是抗生素在醫學上來說 對我們醫生講是一種 就是說因為你很多病是細菌引起 你不用抗生素也不行嘛 那我就講個例子來說 他打抗生素打9會怎麼樣 我們有個病人以前 我在住院醫師後遇到的 他就是肺炎住院 然後肺炎就是一定要打抗生素 然後就是要打那種血管的 很強的抗生素 就打了大概七天八天 就肺炎好轉 結果後來他就開始 拉肚子 那時候我住院醫師 第一年第二年 拉肚子就給你開止血藥吃 然後就吃吃吃都不會好 然後那個病人就說 我大便很臭 裡面好像有東西爛掉了味道 那時候我才想到說 以前學長有教我們說 這種的話有時候是 用太久以後抗生素不是打廢 他會把我們 那我們腸道裡面有一種菌叫 困難縮狀感菌 那個細菌是本來是 每個人都有的 但他平常不會讓你生病的 你把腸胃道好菌殺光了 這個困難縮狀感菌本來一點點 結果突然 上面大哥都被抓去 都死光了 他就變老大 他就大量繁殖 結果他本來是一個 不會讓人生病的菌 後來就讓你生病了 他就有好變化 那這時候我們就驗大便 就發現他大便裡 全部都是這個細菌分泌的毒素 我們就確定他得了一種病叫 那這時候怎麼辦 只好肺炎的藥就要停掉 還好他打了七八天 到第十天發現是確定那個病 肺炎也差不多 死光照起來肺炎控制住 結果先把藥停掉 結果要改吃另外一種 用吃的抗生素 以前新聞有講過 某個醫學中心有遇到這種 反復發作的 最後用口服藥不行 結果怎麼辦 叫病人去吃大便 就是用糞便一起 大便做的藥碗 來治療他 對 找健康的糞便給你吃 為什麼 就是類似醫生菌的概念 混難說菌 是目前唯一合法 可以使用這個糞便的治療法 對 在國內 看我一看 所以艾亞你以後如果肚子痛 我就跟你講說 等一下叫你去吃大便 是為你好 重點是我還會信喔 而且現在那個YouTube網站上面 你都可以去找到 叫你怎麼吃大便 就是 你看怎麼樣 健康清容的大便 怎麼樣風乾 風乾之後呢 你要怎麼樣濃縮 然後濃縮 到你自己買那個空白膠囊 自己給它裝進去 這樣子吃 不過那個是不衛生 網站上很多這種在教學 還會 為什麼你會去看這些 因為他最近在嘗試 他最近錄的時候 網路現在是越怪越有人看啊 對 但是網路的醫生 都是非常理智 理性跟聰明 對 有一個男生 他是15歲的時候 就在體育課的時候就猝死 還好那個體育老師跟學校有AD 然後體育老師會急救 所以又把他救到醫院 那時候我們就發現 他是先天的心臟肥厚 所以那時候就住院開刀 把那個肥厚的地方 把它切薄一點 結果他在18歲的時候 再一次體育課又猝死 然後那個時候是 也是現場有 還好有AD 然後那時候是電極 就他一直有那種 就電極 那後來住院做了很多的檢查之後 就確定說 你這個會一直不正常的放電 那你不可能AD提在身邊嘛 所以就給他裝了一個機器 大概一百 至少一百萬左右一個機器 一個這麼小一個 一個像卡夾的東西 放在心臟 放在皮下然後接到心臟 如果你萬一跳出那個心力不整的時候 它就會電你 你跳出心力不整它就會電你 對 結果有一天呢 因為他家人就會鼓勵他說 你還是可以正常生活 你現在都正常了 你有A 你有那個 正常生活 所以他那時候就是想要學開車 所以他就去開車 結果開車的時候 就 家人沒有看到他回來 他就倒在車子外面 對 結果還好 因為他們都知道他的問題 所以他們家裡自己有AD 就先幫他電 然後CPR送到醫院 結果發現他那個機器沒有在動 所以才能夠昏倒 對 為什麼 因為只要有任何 電磁波的干擾 對 所以他在做關的動作的時候 熄火的這個動作的時候 整個車子裡面其實是有 對 熄火 對 所以那時候家屬再回去看那個 注意事項 其實有關車 關車這個動作 還有譬如說你過機場 海關 它可以在你身上逼 但是它不能逼太久 尤其是那個掃 如果剛好經過你那個機器的時候 掃太久 超過好幾秒的話 你就會消耻 對 然後譬如說他如果有腎結石 他就不能做體外正波 所以這東西很好會救命 但是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個注意事項 就像吃藥也是一樣要注意注意事項 像剛剛前面張醫師有講到的 像腸胃道的感染 那像我們婦產科的部分 大概就是下泌尿生殖道的感染 那我們跟外界會接觸的地方 就是細菌很容易攻進來的地方 像人吃任何食物多少會腸胃炎 同樣的泌尿生殖道在下面 它也是個開口 所以陰道發炎 在我們婦產科門診裡面 是非常非常常見的 他來就會跟你講說下面 可能分泌比較多 可能比較癢 它不舒服 那我們通常內診會看 看它分泌的顏色等等 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判斷 是什麼樣的細菌 就給它藥治療 那給它藥治療之後 一個禮拜又再回診 我們就問他說 你藥治療的結果怎麼樣 然後他會講這個效果不錯 你那藥用三天之後就好了 也不癢了 分泌也沒有了 他說那這樣就好了 我們再檢查一下沒事 就這樣就結束了 然後大概這樣適隔了一年之後 這病人又回來了 然後再回來的時候 他就說我這個問題又一直來 可是最近都一直常常 反覆一直這樣子 那我說那我幫你做個細菌培養好了 就一看 是一種常見的一些的 一些 可是我們那個培養的細菌 會有很多抗藥性的符號 那全部都是抗藥性 對 那他才跟我們講說 之前開那個藥就很有效 那之後我就去 那我一次就買一個月 去游泳 我去泡了它我就晒 我怕它被感染 我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我把它當保養 不要一直感染這樣不舒服 所以他就是等於 一直習慣用抗生素去培養它 陰道裡面的菌床 難怪塞藥後來都沒效了 然後最後就想說 那我們就用最後一件的藥 反而是培養細菌床 對 它是他們養得很困難的 那種細菌很難去殺死的 像我啦 我們自己就是 平常假日的時候 會跟朋友去登山 然後我有一次在登山的時候 就不小心跌倒 可是因為像跌倒這種事 就是在我們登山群裡面 就是很常發生很小的事情 然後我那次跌倒的時候 因為我是穿內搭褲 我就看一下內搭褲也沒破 所以我就也不以為意 我就跟大家回到民宿 結果內搭褲一脫 發現它在流血 可是因為沒有很嚴重 大家想說跌倒流血 然後開始我的朋友就說 我有小護士 我有凡士林 我有OK蹦什麼 就開始有一些 居家良藥出現了 那我就想說那跌倒 反正就是簡單用小護士處理 對 塗一塗 然後對 凡士林 然後後來我自己回家了 就是登山回家 我想說 人工皮 大家說人工皮很有用很好 所以我就是小護士 凡士林加人工皮 然後我就常常每天這樣貼 可是 只是跌倒而已 可是越貼越嚴重 然後最後本來只是流血 然後後來 發濃之後變得灼熱 我還記得很深刻 它變得很燙 然後我想說怎麼辦... 我還是不知道這個是要看醫生嗎 左邊是發濃的是不是 對 那右邊 右邊就是它發濃過 一開始跌倒的樣子 然後後來我自己用人工皮貼一貼 變成左邊那個發濃的樣子 就變得很嚴重 然後它吸那個組織液出來 對 然後我被吸 我朋友就說你只是跌倒 怎麼自己回家擦個藥 越擦越嚴重 然後後來才知道 原來人工皮是不能這樣子 自己覺得好 這個東西好 然後就亂用 因為可能傷口還沒有很乾淨 然後就越用越糟 其實像它這個例子 我爸爸有一次也是 被他自己搞得很糟 也是類似這樣 他是去爬山 然後他都是習慣騎腳踏車 就那天不小心被摩托車撞了 他就有摔傷 就是手腳破皮疼 那你知道老人家 常常都是勸不聽 他就是覺得 家裡的那個優點 就是什麼都可以用 對 萬用老人家 因為我發現是後來 我看到他拍了一張照片 是全部都是這樣紅紅 這樣 然後我媽就是有注意到說 他好像後來那些傷口 比較大的腳上的傷口 有開始 周邊有變紅 然後腫起來這樣 就跟他講說 你這不對 你要看醫生 我不要搞到蜂窩性組織 他就不去 他就持續用那個優點 好啦 真的到大概第三天吧 就去住院了 就是真的 蜂窩性組織也 就是他只是擦傷 但是他應該是 那個傷口不乾淨 很髒 對 它或者是比較深這樣 那我這邊想分享 就是說很多民眾 其實我們去日本藥妝店 或者是喜歡去日本 有時候會買那個液體OK店 有 我的天啊 對 送你自用兩箱一樣 對 可是事實上它的使用 是有一些就是限制的 它其實 對 它其實它的好處是說 因為它可以防水 那對於你手 比方說手部的一些細小的 或比較淺的傷口 是可以防護的 那你可以買來把它塗上去 那你可能碰水或是 比較不會痛這樣 可是如果你是比較大 而且是 或是有出血 流血了那種千萬不要用 因為它其實是有刺激性 之前就有一個患 有一個男性 他是 在家裡邊走邊玩手機 走一走 就是踢到那個桌角 一踢 就是整個那個 就一個洞 就還流血 然後他就哇哇大叫 突然哇哇大叫 但他就想到說家裡 有那個液體OK縫 他就覺得那個 應該是還滿萬用 就叫他妹妹趕快 叫家人趕快把它拿 塗下去 他說 他痛得快往生了 對 我想像那個 那個眼睛應該是都上吊 這樣子 更妙的是 他當場痛也就算了 他還覺得說 不是叫OK縫嗎 所以是不是要 所以他就 然後又在腿 每天都重複那個過程 很認真的去換藥 好勇敢喔 然後他就每一次都這樣 明明都要結巴了 又撕開 要結巴 又撕開 一直痛到有一天 他真的受不了了 才去看醫生這樣 所以其實像有些東西 正確的使用還是很重要 你看 好可怕喔 對不對 都痛了幾天 對 其實對我們外科醫師而言 傷口只有分兩種 乾淨跟不乾淨 你在外面用的那些東西 密封的東西 比如說像你人工皮 或是你居滿的那種OK棒 乾淨的傷口沒有問題 乾淨的傷口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是髒的傷口 你就等於把髒東西充在裡面 對 但是現在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現在還是有很好的東西 它密封了 可是它一樣 它裡面含了一些殺菌的東西 好有樣 再加上會把髒東西 那個組織液一直往外吸 一直往外吸 只是可能一天要換個兩三次 還是有那種很好的東西 對 但是自己不要亂用 傷口還是要判斷一下 到底是哪 重點是你要知道 你現在用的東西 到底是不是你現在這個傷口 對 重點是走路要專心 每次踢到絕對不是很痛 三字經都出來了 對 可是他說他擦那個藥 比他踢到還得到 真的 那個真的太痛 那個藥真的好痛 像我們骨科 一個60歲的老太太 她雙手長很多的骨刺 變形 疼痛超過10年 這骨刺呢 事實上是一個 就是一體兩面 骨頭在關節受損 很多的軟骨 或是韌帶受損的時候發炎 那骨頭就為真身 想要維持關節的穩定 事實上它是一個 身體想要維持平衡的一種方法 它是一個好的方法 但是結果呢 並沒有幫助穩定 結果刺到 所以病患長期的疼痛 那這個老太太呢 痛了超過10年 一般來講 手的骨刺 大部分的骨科 我們的老師都教說 這個手 就少動就好 就讓他保持休息 但是他已經痛10年了 因此我就替他手術 大概10分鐘 就把他四根手指頭的骨刺拿掉 他就疼痛就好了 就是以前江醫師有講 骨刺其實長是為了要平衡你好的 是要維護你的關節穩定用的 因為你的姿勢可能不對的 支撐力不夠 所以他要長骨刺來協助你 這骨刺長出來了 可能刺到了就會變痛了 對 但沒有刺到你的骨刺就是好的 對 你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有好的骨刺 因為 你現在也許有長骨刺時間也不會痛 那表示他長得還好 還好 那萬一超過那個標準距離 你就開始會痛 我想那個 有痛風的朋友我都知道 痛風有一種神藥 叫做秋水仙素 對 你知道秋水仙素 它以前 它是用我們那種農夫要種西瓜 的時候要種五指西瓜 就用秋水仙素 所以其實秋水仙是有一定的毒性的 那你其實吃了秋水仙之後 它有很強的抗發炎的效果 所以那痛風病人有時候 我大吃大喝晚 我隔天一發作 我吃了藥之後 真的就不痛了 但是他就有個副作用 他會落塞 而且他會拉肚子 那以前我們老師都講過 通風發作的時候 你就是吃秋水仙 兩個中中吃一顆 吃到你落塞了 你的通風就不通了 所以病人其實吃久了 自己也知道 哪些藥是也不通 所以有時候 他不去找醫生開藥 我要自己去洗澡 直接買秋水仙來吃了 他們就想說 我今天我要去喝酒了 我要去吃燒烤了 我隔天應該會發作 我早上我先吃一顆 不要亂要發作 所以有些病人這樣搞 但是如果你是腎功能 正常的是沒有關係 就是偶爾這樣子的話 是不會出什麼事情 會不會越吃越多 就是有些病人會濫用 對 我這個病人 他本身他是洗腎的病人 他當初會洗腎 也是因為大事大喝 把身杖搞壞了 就洗腎的時候發現 身體舒服了 吃得下了 他繼續大事大喝 繼續 大事大喝 反正他吃完之後 隔天就通風發作 我們去做防御預防 他加害他了 對 然後我跟他警告過很多次 秋水仙這個東西 他洗腎是洗不掉的 這個病人他就不 我跟他警告過 他還是不聽 他覺得我這樣生活方式很好 我就先吃藥預防 真的發作 我這次起來吃 對 他不知不相累計 結果有一天 急診就通知我 這個病人他有天就發高傷 上到40度 然後很喘 他就被送到急診了之後 結果X光你知道 整個被已經全部都擺掉了 他擺掉這次 他很快就休克了 在急診就直接被插管 我們就送加護病房了 他送加護病房裡面 在抽血發現 他的白血球 就只有 我們正常的白血球 大概要8千顆 他只有700多顆而已 然後後來也發現 他的耳朵開始流血 就是 因為他的血小板 幾乎驗不到了 我們血小板正常要15萬以上 他幾乎驗不到了 他也平血得很厲害 所以他是 其實他是秋水纖的 毒性最強的一種 就是 那因為我們這些血球 通通都是骨髓製造出來的 那秋水纖過量 他骨髓製造不出這些東西了 但你自然 免疫細胞都做不出來了 你無法抵抗外來的細菌 他三天而已 就死掉了 很快 對 因為我們打抗生素 什麼都無效 然後到最後連連續性的 他沒有洗鎮接上去 只差別接上葉克膜 他葉克膜都來不及接 他就走掉了 對啊 我們周遭好多這種人 就已經痛風了 還特別吃海鮮麻糬 他說沒關係 我有藥 真的 你看到沒有 有藥的結果 聽陳醫師講 你不要加害自己身體 你應該防疫 盡量要克制這些東西 盡量不要吃這個 對 秋水 秋水餡 對 秋水餡 身體其實我們要每天注意它 不要放在那邊 可能沒要不及 應該是要隨時注意的 有任何波動就要審慎檢查 祝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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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